有時我真的很佩服美國的政客 以他們那種無知無能 竟然可以騙倒成為國家的領導分子 現在大家應該有沒有想見到 這個就不是國家的層面 這個只是West Virginia 西維珍尼亞州的議員們 在議會工作的情況 大家看清楚他們的口罩 當然有人戴對的 不過有人弄個網在這裡作為口罩 對於他周圍工作的人員有什麼保障 或者對自己有什麼保障 天曉得 但是無論如何 他們可以繼續在國會裏面 繼續做事好事 所以這就是美國的民主 就是將愚蠢的人升級成為國家領導者 我們已經見過川建國同志 現在有其他的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樣的國家前途無可限量